作弊码我小时候都叫游戏秘技 就是在游戏里输入特定的按键 解锁游戏里正常游玩获得不了的功能 在魂斗罗的标题界面 按下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就可以直接获得30条命 如果在小学三年级之前 你告诉我可以不用这个秘技通关魂斗罗 肯定在骗人 不过我就算知道这个秘技也没有办法通关 我好像至今都没有通关过 这串作弊码是由Konami的开发者 乔本和久 最初为了方便测试宇宙巡航舰这个游戏编写出来的 他测试完呢忘了删除 发售后碰巧就被玩家给发现了 火了之后就沿用到后来的很多Konami游戏里 成为了彩蛋 魂斗罗只是其中一个 但我不知道这些呀 当时的我连Fuck都不认识 怎么会知道这串代码是Konami code 于是我在之后玩过的所有游戏里 不管有没有用 我都会在标题界面走上一遍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的流程 不试试总觉得缺点什么 其他有名的作弊码 比如GTA罪恶都市里的PANZER PANZER 是德语坦克的意思 可以让你在PC版游戏里面前直接天降一辆坦克 再输入就再降一辆 再来一辆 再来 还有一个作弊码是Seaways 可以让车在水上当船开 由于在罪恶都市里 搞到船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大部分时候 大海就是一片死亡禁区 所以当我输入这个密技 解锁整个大海 我只感觉到 如果说GTA的作弊码能让你的德语词汇量实现从0到1的突破 但要是跟着魔兽争霸3学英语 那多半是废了 因为这里面的作弊码用的都是梗 还是调侃别的游戏里 英语翻译有明显语法错误的梗 比如 你们的基地属于我们 效果是当场胜利 还有 有人在我们这里埋了渣单 效果是立即战败 怎么会有人需要这个 简直就像同学告诉我 ALT加F4可以解锁小游戏 别试别试别试啊 更有名的还有 输入后可以让所有单位和建筑开启无敌 并且获得一击必杀敌人的能力 但直接把即时策略游戏 变成了割草游戏 可能有点破坏游戏乐趣 像Greed is good 贪婪是好的 出自电影华尔街 效果是获得500金币和木头 这种呢就更实用一点 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现在就可以验证一下 全皇97 按住start输入 左右左右左右A加C 就可以解锁隐藏角色 暴走八神 帝国时代二里输入 How do you turn this on 就可以直接召唤一辆可以开枪的跑车 在真人快打世家MD版的这个界面里 输入A B A C A B B 可以解锁标写模式 当时他们就是这样 躲过对游戏暴力的审查的 扫雷竟然也有作弊 XY CZY Shift回车 屏幕的角落会出现一个小白点 告诉你当前指的格子有没有雷 我感觉我的童年都崩塌了 还有世界上最早的作弊码 是狂造矿工里的 6031769 效果是非常朴实的跳关 这个号码其实是开发者自己的车牌号 游戏平台太过古老了 只能够在模拟器里再现了 这么多的作弊码 我估计很多人都至少知道一两个 但当时互联网又不发达 这让我不禁想问 大家都是怎么了解到作弊码的呢 最多的回答应该会是口耳相传吧 作弊码或者说游戏秘技 在小学生之间不仅是拉近关系的话头 更是获得更高地位的代币 但要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杂志 杂志 承载了前互联网时代游戏所有资讯攻略的传播 那时候的游戏受限于存储容量和技术水平 内容很难做得很丰富 流程其实都很短 为了让游戏看起来更耐玩 开发者们就不约而同的把游戏做得很难 难得不尽人情 作弊码就成了很多人通关游戏的唯一希望 是刚许 那么应用作弊码的杂志当然会卖得更好 既然如此 那怎么着也得多搜集一些印在杂志里 实际上 魂斗罗的上上下下作弊码 就是任天堂官方的杂志 Nintendo Power传播出去的 而且后来还诞生了刊登各种游戏作弊码的专门杂志 Tips and Tricks 到了国内 那就是99秘籍宝典 读者发现作弊码 第一时间告诉杂志 杂志刊登 把作弊码再扩散给读者 读者一边炫耀作弊码 顺便就把游戏给宣传了 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三营闭环 作弊码的流行慢慢就变成了一种习俗 一种厂商 杂志 玩家之间的小默契 即便过去好几个世代 游戏难度已经很人性化了 作弊码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更加流行起来 最鼎盛的时机 PS2 Xbox时代 在托尼霍克滑板和蜘蛛侠2 这样的超主流游戏里 甚至为作弊码单独设计了一个专门的入口 菜单里就大大的写着 Cheat Code 地位很高 形象很好 但是就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东西一样 作弊码和杂志也没能挺过 接下来世界的大变革 互联网 到了互联网时代 游戏也进入了PS3和Xbox360时代 密技不密了 发到论坛里 下一秒所有人都知道了 作弊码失去了那种神秘感和发现的惊喜 传播力被彻底斩断 最后给作弊码致命一刀的 是和互联网一起出现在玩家手边的一个新玩意儿 成就系统 成就取代了密技 成为了新版获得更高地位的代币 从这时开始 只有在游戏内完成挑战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佬 想要靠作弊 跳过游戏挑战的玩家 从过去那种 带来通关游戏火种的英雄 好像真变成了不怎么光明正大的作弊者 这种根本上价值观的转变 才是真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等时间来到PS4和Xbox One时代 除了GTA之类有悠久作弊码历史的游戏 作弊码基本上在所有游戏里销声匿迹了 作弊码各种各样的功能被分解成不同的系统 游戏可选的简单难度 付费DLC 游戏内部的控制台 还有伪装成玩具的Amiibo 回想小时候玩游戏 说实话 想不起来 我模糊的记得不管是哪个游戏 对我来说都太难了 我不知道也没想过这些游戏的正确玩法到底是什么 正经通关就等于此路不通 唯一的路子就是作弊码这条野路子 它至少给过我攻克关卡的希望 和在游戏里搞搞破坏的乐趣 作弊码毕竟是官方大力拥抱的 至于和作弊码一直共生 官方不想允许 但又暗中壮大的作弊 金手指和外挂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请用评论和点赞 猛烈的告诉我吧